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理由 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 如果你想离开我 就别再微微说 我是于家庄大小姐于云南 父亲是温温尔雅的神医丹士罗玄 哦不 是隐居在翠影湖畔的于海峰 在她身边 这位温柔贤淑的妇人就是我的母亲宋盈 今天真奇怪 一向不过问江湖市的他们 居然让我去什么冰堡找一位故人 哎呀 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我 现在饿得肚子咕咕地叫 正当我终于在一家客栈歇脚的时候 一位少年居然为了几个小叫花子能吃上鸡腿 要老板揍他抵战 我想去帮忙 可是大夫妈说 出门在外 不要多管闲事 可是那少年刚刚还给了我一只鸡腿呢 不行 我要去帮他付账 可没想到 他并不领情 宁愿挨打 都不想欠人情 真是个怪人 晚上 大夫妈身体不适 一直让我走 可我怎么能丢下他不管呢 我准备去客栈的厨房煎药 不巧又碰到了那个少年 原来他名叫石中玉 他居然以为我是来偷东西吃的 听见外面有动静 就拉着我一起藏进了个大水缸里 因为衣服都湿透了 只好找些木炭来取暖 烘干衣服 竟没想到 就这样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时 居然看到了一只冰蝴蝶 还有一位美丽的少女在我身边 她叫李依琪 她说 我们中了一山黑木的毒 就是这只蝴蝶救的我们 她需要同男血做药影子 所以瞄准了我 可是我是女儿身啊 看吧 说了她也不听 结果没医治好病人 又凶声恶煞的喊打喊杀 不过 有些事就这么巧 原来李依琪要医治的病人 竟然是我的亲姨娘 冰婆婆 姨娘告诉我 母亲之所以让我带着新吴来找她 是因为遇到了危险 怕我没有人照顾 姨娘不让我插手 并求姚池公主收留我 可我爹娘遇到那么大的危险 说不定 再迟一步 他们就 幸好石中玉鬼竹一多 又跟我一起 设法把我带出冰宝 克里依琪带着冰宝的姑娘追了过来 我知道她们都是好意 但是我不能够这样苟且偷生 对爹娘的安危不闻不问 这十八年来 她们是那样宠我 我还没有尽过孝道 这怎么可以呢 我只好以死相逼 她们终于妥协了 石中玉真是太好了 在我最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 她一直不离不弃 这个朋友 我这辈子都交定了 回家后 娘告诉我 原来爹是殷山的人 原名叫苗峰 是殷山派掌门人 苗烧天的近身书头 而娘是冰宝的人 这样正邪相遇 却擦出了爱的火花 两人双宿双漆 隐居在翠宇湖畔 由于爹当年带走了殷山的镇山之宝 圣火令 所以被殷山的人找上了 对了 爹说有事找我 我得去看一看 可我只看到的石中玉 就被人打晕了 等我再次醒来 是在一个暗阁内 外面是爹娘和殷山派的人打斗声 听他们的对话 那个人叫黑面 我透过恐袭一看 黑面正掐着我娘的脖子 还说着一些下流话来威胁爹 就在这时 性情刚烈的娘咬舌自尽了 我冲出石中玉的阻拦 这边是娘的尸体 那边爹也被残害得奄奄一息 而我只有没有用的泪水 爹嘱托石中玉照顾我 为了保护我们 拼尽了最后一口气 然而还是没有用 因为对手太强大 碾死我们 跟连死一只蚂蚁没有区别 就在这时 黑面在我眉间一指 我昏昏沉沉的 我记得李一琪 带着冰宝的人来救我们 不过还是敌不过黑面 幸好南海派的掌门人 丁盈赶来 打跑了黑面 李一琪告诉我 当时就是她 救了中毒的石中玉和我 可是我哪有心情听这些呢 顷刻间 我什么都没有了 瑜伽装毁了 爹娘死了 而我什么都做不了 悲愤之余 我似乎看到了黑面 站在我面前 我抽出一把剑就刺了过去 没想到是石中玉 我怎么能伤害 现在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石中玉呢 我无法接受自己 做出来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很愧疚 没有脸再见石中玉了 于是我选择了逃跑 结果不知道跑到哪里 居然看见一个穿着绿衣服的人 在和黑面说话 黑面 这个魔鬼 我要怎么样才能杀死他呢 就在我又急又气的时候 黑面被那个绿衣人杀了 太好了 终于有人替我爹娘报仇了 不管他是谁 从今以后 就是我云南的恩人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不自觉地一路跟着他 虽然他一直说自己不是好人 但是好人和坏人重要吗 至少他帮我完成了我这一生 都有可能完成不了的事情 至少可以让我刚才 狠狠地摔打着恶魔的身躯 一些心头之恨 就在我俩搬成好人坏人 敌人恩人的时候 我的头很晕 昏厥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 似乎听到石中玉在呼唤我 我快步跑上前抱住了他 是啊 现在我只有石中玉一个朋友 或者说是 石中玉是我现在唯一的亲人了 我害怕因为自己刺了那一剑 石中玉再也不理我了 但是 当我说完心里话时 才发现 哪有什么石中玉 眼前分明是那个绿衣人 他说我中了患魔手 不能动 不然会死的 他正在运气替我疗伤 我想问他问题 他不让我说话 那行 确定他的吧 反正他帮我杀了黑面 以后我这条命都可以使他的 透过火焰 我一直在看这个男人的脸 替我疗伤 应该耗费了他不少元气吧 他累得满头大汗 我于英南真是三生有幸啊 居然会遇见这样一个 一而再再而三帮我的人 对了 他还给我拿了药丸 认认真真地告诉我怎么服用 好像怕我记不住似的 我起初以为 他是江湖上的游侠 谁知他说 他是阴山派的三统领绿袍 我不相信 既然这样 他为什么要帮我杀黑面呢 我觉得 他只是表面上装得冷冰冰的 其实绝对没有自己说到那么残忍 他说 自己杀黑面 是为了掌门人之位 可是这与我无关啊 总之是帮了我嘛 可他说 自己做事不帮任何人 可他为什么要救我呢 我生死 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他答不上来了 扭头就走 我继续跟着他 他依旧把自己说得十恶不赦 想逼我走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 只有跟着他 我才有安全感呢 我说我相信他 是发自肺腑的 也是不想让他继续丑化自己了 起码 他对我的好 我见识过啊 可绿袍 他居然因为相信这两个字 又开始发表了一篇 充满力气的命题作文 但是 我觉得他都在说废话 因为就算他是坏人 也是个光明磊落 演出必行的坏人 他却被这句话逗乐了 我发现 他每发表一次力气的发言 在我的相信 你不会的 诸如此类 简短而有力 又发自肺腑的话语下 居然时不时愣住 变得无措起来 所以 我一直觉得他是在装酷 凹冷漠人设 吓唬我 这次倒好 我一说坚信 他居然吓得跳下沟壑 这么深的沟 我怎么跳啊 他说 他不会帮我的 他要在山下等我 好 那我就跳给你看 结果我快掉到沟壑里了 绿袍还是伸手救了我 我就知道 他只是凹人设 就在我们压马路的时候 我明明走得那么慢 绿袍却保持着和我一样的步伐 这样才对吗 咦 前面的小伙好像石中玉啊 我想知道他伤好了没有 立马跑了过去 可惜不是 绿袍依未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这次没有等我 过了一会儿 他看到我在那家客栈住足 他知道我要找人 于是自己先走了 还好 大疯妈还活着 这下 我也不是无依无靠的了 绿袍走了 我和大疯妈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只好去冰堡找姨娘 可谁知道 路上见遇上殷山的人 他们要来抓我们 但是又很奇怪 他们一会儿就撤了 一定是绿袍在暗中帮我 我就知道他是个好人 等我们到了冰堡 看见了石中玉和李一齐 石中玉 一直替我保管着爹娘的遗物 还安慰着我说 自己不怕痛 我当时怎么能那样对她呢 我们没想起 自己刺了她一刀 就恨不得在自己身上 刺了十次八次 姨娘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李一齐说 只有丁宜的童男血做药影子 才能救她 我本来想找石中玉聊天 但是却看到了李一齐和石中玉的打闹 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好像离石中玉越来越远了 当晚 发生了很多事 轻儿突然被害死 姚池公主正在取丁宜血的时候 差点遭人攻击 大风妈也受伤了 可是他们居然怀疑 这一切是大风妈干的 她连武功都不会 本来就寄人篱下 还遭人这么怀疑 真当我们好欺负吗 对了 草草说石中玉身体很烫 跟那晚的亲儿一样 她好不容易才拜丁宜为师 学习练剑啊 她可不能死啊 她死了 我连唯一的亲人都没有了 结果丁宜说 她只是受了风寒 并无大哀 那我就放心了 但是 大风妈突然失踪了 我不知道他们把大风妈怎么样了 他们都说大风妈是坏人 连石中玉都说 大风妈是烈火假扮的 我不相信 我跟他们 就是觉得我们俩是多余的 那我走好了 我逃出了冰雹 一个人很无助 我承认石中玉说的对 我确实有些别扭 本来一夜间 沦为孤儿就已经够惨了 为什么还要离开 自己最好的朋友呢 我到底想干嘛呢 或许是 我现在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爱 所以寄希望于石中玉身上 她稍有一丝不维护我 我的心态就要崩溃了吧 我那时候 觉得全世界没有比我还委屈的人了 真想一了百了 这时候 绿袍又出现了 她说 如果你受了委屈 遇了挫折 只会痛哭流涕 前面就是悬崖 不如跳下去 如果你要生存下去 就要把你的眼泪擦掉 欲敌杀敌 她说殷山数十万人 而我一个朋友也没有 也不会武功 只会哭鼻子 怎么报仇呢 她说的话 这句说我痛楚 也让我渐渐清醒 她说人只能靠自己 不能依赖别人 只有把自己变得更强 这才是生存之道 她又扭头要走 可我这次想和她一起走 因为只有和她在一起 我才更安心 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 而不是在冰雹 腹地坐小 绿袍有点蒙住了 更可能是无与子吧 是啊 她是殷山的人 是我的仇人 可我居然要跟仇人走 别人肯定以为我疯了 但我知道 绿袍刚才牛皮吹过了 说自己活着 就是为了图过瘾 就是为了图刺激 还有什么比仇人在身边 更加刺激的呢 她不可能不答应的 因为她拉不下这脸面 另外 我还结识了另一个伙伴 苗霏 原来就是她和丁尹 救了我和石忠玉 这时候 姨娘来了 石忠玉和李仪琦也来了 我知道 他们想劝我回去 可是修刀难入鞘 我心意已决 姨娘还是拉我走 没想到绿袍居然和他们打起来了 她说 要让我自己选择 谁都不能逼迫 但是绿袍这家伙 出手没轻重的 差点打死我姨娘 纵使有万千不舍 我还是贵别的姨娘 跟绿袍走了 苗霏还在劝我们 可是我已经走了这条路了 我总觉得 跟着绿袍是没有错的 绿袍被烈火的手下请走了 苗霏告诉我 圣火令就在蝴蝶盒子里面 可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还是苗霏够聪明 从盒子的夹层里 找出了圣火令 我正在和苗霏 分析圣火令上的秘密 绿袍突然出来嘲笑我们 她说我们根本解不开 圣火令上的秘密 我知道 她肯定也想要圣火令 既然她这么拽 我就将圣火令交给她 再让她来教我武功吧 然后我就能杀进阴山派的人了 当我说出这个想法后 绿袍又无于子了 第一 她不相信 这么晚才习武的我 真会练出名堂 第二 她也是阴山派的人 除非疯了 再会教别人杀自己 可我知道 绿袍这人好面子 所以激将法对她 最合适不过了 但是 我发现她这个人 又不能真的捧上天 否则就开始目中无人 于英男 你要记住 今天的屈辱 一定要加倍讨回来 有时候 绿袍这个人 也有点恶趣味 为了防止烈火 来抢圣火令 绿袍让苗霏 变身女装大佬 结果烈火的人 掳错了人 绿袍开心的 脸又大了一圈 我很担心苗霏 不知道烈火 怎么对付她 绿袍想着烈火会吃瘪 一个劲儿的喊痛快 可是过去了很久 还是不见苗霏 我准备出去找她 绿袍让我留在这里 哪里都不许去 她要自己去找 等到绿袍回来时 我都在客栈 睡了一觉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的绿袍 她受了很重的伤 想着被猎人刺伤的猛兽 瘫倒在地 此地不宜久留 我得带着她离开 万一敌人找上她 就不好了 安顿好绿袍后 我很累 蜷缩在一个角落小气 我是被绿袍的 咳嗽声吵醒的 醒来后 发现她不仅把我的外袍 披在我身上 还夹盖了她的绿袍 可她明明伤势很严重 嘴角的泛青 她发疯的找金环 应该是她爹娘留给她的吧 后来我们到了阴山 绿袍按照圣火令来疗伤 都没有好 真是替她担心 烈火这个杀千刀的 想得到圣火令 我死也不会告诉她的 她把我绑到了天刀锋 想让我尝到 刚风刮骨的滋味 就算上刀山下油锅 我都不怕 我已经将圣火令 藏到我最信任的绿袍那里了 你这个头上插着两个野鸡毛的家伙 休想得到 但是话是这么说 我还是肉体繁胎 这刚风刮骨的滋味 真的很不好受 石中玉 你不是答应过我爹 要保护我的吗 我跟绿袍走了 你就真的不来找我吗 石骨的滋味 真的很痛 就在我快支撑不下去的时候 绿袍来了 她救下了我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她还在我身边 这种感觉真好 见到她 我就放心了 感觉浑身上下 充满了安全感 等我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 看到这个竹林小猪 竟然有现成的食材 就顺手做起了饭 绿袍好像很不开心 难道我做错了 她拧巴地说要出去吃 但结果还是流了下来 可她夹起了一粒米 居然流下了泪水 有那么难吃吗 我觉得自己的厨艺还不赖啊 她说是她的习惯 怎么可能呢 我想她无父无母 如今成了殷山的三统领 从小到大 应该受了很多欺负吧 不过感动不过三秒 绿袍就开始痛扁手下了 我问她怎么回事 这丝居然大男子主义开始了 还说什么女人 不要过问男人的事 回来后 还警告我 这里不是饭馆 不能煮饭 可她几次三番帮我 我只是尽点心意 报答她 这有错吗 这个人性情不定 还真是个人来疯 我想她伤势还未遇 还专门给她煮了碗面 结果这家伙 像个疯子一样 砸锅仙捉的 真是有毛病啊 她又开始说 自己在利用我 伤害我 可是她最后也救了我啊 她似乎很不想我留在这里 一直在赶我走 我不知道她在怕什么 前几天还救我 现在居然打我 这家暴男 真他们病得不轻 好 你现在凶 喊打喊杀 那你来啊 谁怕谁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虽然不知道 绿袍为什么那么犯病 但我知道 她终究只是吓唬我 可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冰宝没脸回去 石中玉有了离异期 她一定忘了我了 我这么信任的绿袍 还是个尖线性神经病 我该怎么办呢 等我再次见到绿袍时 她已经变成了犀利哥 也不知道刚才去哪里发疯了 行 你现在赶我走 那我就去你对手烈火那里 咱们走着抢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理由 为了爱情 我也背叛了所有 如果你想离开我 就别再微微说 我就知道 只要有圣火令在 烈火肯定会收留我的 到了殷山一年一度击败天尊的时候 这时候绿袍也来了 曾经我们关系那么要好 现在就变成这样 唉 算了 反正她比我尴尬 烈火故意刁难我 刺激绿袍 这俩王八蛋 拿我当猴耍呢 唉 我千算万算 就没有算到绿袍那张臭嘴 我逞强 她居然要我砍手 她这是想让我服软吗 可惜我鱼英男 天生是个硬骨头 我抽出一把大刀 就准备砍下去 绿袍还是拦住了 我真不知道这家伙怎么想的 绿袍是我变了 哼 这不是她希望的吗 说来也真是奇怪 就在猎火和绿袍 明争暗斗的时候 失踪八年的殷山派 掌门人夫人 扶小娟 却突然回来了 石忠玉怎么变成了她的儿子 还说要继承掌门人之位 真是奇怪 对了 偷天本来还质疑石忠玉的 没想到石忠玉连方顶都举起来了 她什么时候有这么深厚的内力了 扶小娟看上去神神叨叨的 还让石忠玉在我和李一琦之间 选一个当掌门人夫人 李一琦吃醋了 石忠玉这个白痴 跟李一琦说 她只是为了救我出去 我都听到了 她真傻 我都看出来了 她更加在意李一琦 石忠玉说 自己完成了计划 就带我离开殷山 绿袍起司三番 赶我走 我都没有走 现在让我离开 然后成为你和李一琦的 250瓦电灯泡 我问她 若是我离开殷山 她会不会照顾我一辈子 她迟疑了 直到我已经走得很远 她才做出肯定的回答 石忠玉 我拜托你不要骗我了 正当我伤心难过的时候 绿袍出现了 她是不是想来嘲讽我 我告诉她 我哭 并不代表我懦弱 殷山这条路 我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绿袍却说 不用跟她解释 又不是为了她而哭 我问她 会稀罕别人的眼泪吗 绿袍说 她喜欢看别人流血 这个变态 我告诉她 所以你也不会看到 我为你流泪的 结果她一个人 在原地发酵 这个魔鬼 这天 石忠玉正式成为了 殷山派的掌门人 绿袍表面上很和气 私底下 却来找烈火商量 怎么对付石忠玉和扶小娟 临走前 她还因为我替烈火出头 而讽刺我 又被我怼成了哑巴 这个混蛋真是欠怼 烈火这个老王八 专门在石忠玉和绿袍面前 调戏我 好吧 你们俩一个已经忘记了 我爹的嘱托 一个发疯似的赶我走 那我就当一次烈火的棋子 专门记起你们 玉袍很生气 差点就说 烈火偷练葵花宝典了 哦不 烈火练的是烈火掌 不能记女色的 虽然石忠玉 愿意用掌门之位 换我的自由室 但是 我觉得自己 已经不是从前的语英男了 我倒宁愿 她对我薄情一点 这样 我的心里会更加好受一些 石忠玉有时候真的很轨迹灵 当然 理解更加 他俩合伙整了偷天 然后将他锁到了天刀锋 绿袍问我 偷天是杀害我父母的仇人之一 我现在是不是很开心 不 我不开心 因为让他受苦的人 不是我 绿袍只是说话 酸不留秋的 让我去求老乡好的话都能说出来 我问他 是不是吃醋了 他居然不敢看我的眼睛 又开始转移话题了 正是没劲 他又说 现在的我大可以呼风唤雨 不用依靠烈火 我问他 难道要依靠你吗 你值得依靠吗 绿袍又没话说了 我知道 他是为我好 我也知道 他后悔那天发疯了 这天 烈火又开始把我整得很惨 他妈的就是想给绿袍看 他知道 我是绿袍唯一的软肋 唉 连这个老王八都能看出来 我能看不出来吗 可是我不能那么做 虽然我还很生绿袍的气 但是平时对对他就行了 不能让这个老王八奸计得逞 我想 我还是去找石中玉吧 毕竟他还算是掌门 可是竟然被扶小娟点了血 还要我和李一齐坐在一起 等着石中玉选老婆 唉 结果我和李一齐逗了一晚上嘴 真是无趣 那天晚上 我碰巧看到绿袍装神弄鬼 就跟了上去 居然看到他和烈火吵架了 我想知道 他们打算怎么对付石中玉 结果居然被烈火发现了 他又仗着武功高强 开始欺负我 我知道 他主要做给绿袍看的 结果绿袍也确实不忍心 又救了我一次 唉 其实我也很纠结 一方面 我也想和绿袍会竹林小猪 但是又不想因为我 让烈火击败绿袍 唉 余英男 想什么呢 这两个人都是你的仇人 绿袍给我运功疗伤的时候 居然变得八卦起来了 一直在我面前贴石中玉 我知道 他又吃醋了 既然你死鸭子嘴硬 我就偏偏维护石中玉来怼你 每次绿袍被怼得无话可说 就转身离开了 以前我也以为他很酷 自从我看见他犀利哥的模样后 我就知道 他指不定又跑到哪里发疯去了 估计又是烈火那个王八蛋 透露个石中玉我受伤的消息 不然石中玉怎么知道呢 这下可好 绿袍看见了 脸又拉得很长 幸好石中玉被我劝走了 不然绿袍脑脑子一抽 不是打他 就是酸我 他说又说不过我 指不定又得拆架 我不知道 是不是被绿袍传染了狂躁症 那天正在窃头的时候 就摔了汤药 结果好巧不巧 砸中了绿袍的小金库 那里面 居然藏着圣火令 绿袍这个王八蛋 亏我那么信他 哪怕钢风刮骨 我都不愿意泄露圣火令的下落 他居然防着我 绿袍 原来你也是个骗子 为什么所有我相信的人都在骗我 好巧不巧 我一气之下 收的圣火令 竟然摔出了圣火令中的秘密 好 绿袍 你不教我 我自己学 那天 我在小西边发呆 绿袍的欺骗 让我的灵魂 犹如丧家之犬 我觉得 自己这段时间 假装坚强 假装凶狠 又有什么用 到头来 还是被人欺骗 被人利用 也许 这个世界上 只有石中玉 才是真的对我好 可那又怎么样 他终究 只当我是朋友吧 真是说草草草草到 石中玉 居然跑过来找我 让我和他一起离开阴山 还说 之所以让我和他一起走 是因为喜欢我 想让我和他在一起 难道 我在绝望中 迎来了希望 石中玉的这些话 顿时驱走了我内心的阴霾 我觉得好温暖 虽然还是不敢相信 但是 谁不向往光明 能和石中玉在一起 应该是我的最佳选择了吧 我回去收拾东西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 竹林小竹的秘密 原来底下有密室 我无意间 知晓了绿袍的绅士 原来他是小月真人 与扶小军的亲身骨肉 那么他现在要对付的 居然是自己的亲娘 不行 我一定要阻止他 不然他会痛苦一辈子的 等我到天到风的时候 山顶已经出现了六月雪 绿袍这个笨蛋 被人当成了复仇工具 在折磨自己的亲娘 眼看扶小军奄奄一息 我推开了绿袍 将这个秘密告诉了扶小军 可是他中毒一身 活不了了 我恳求绿袍救救自己的亲娘 可他像是被传销组织 洗了脑一样 那么固执 扶小军临死前 拜托我不要告诉绿袍 这个秘密 怕他接受不了 最终 扶小军带着对苗烧天的恨意 带着对绿袍的愧疚 在我的怀里安静睡去 后来石中玉告诉我 扶小军临死之前 还在恳求他 让他不要杀绿袍 我则在扶小军的请求下 准备毁了那封书戏 可绿袍还是来了 正如扶小军所言 绿袍接受不了 世母这一事实 开始发疯了 绿袍疯了 这神经病 不会连我也杀吧 石中玉还在等我 我还是提早开溜吧 结果我一开门 就是绿袍那张大脸 天哪 他说全世界 为什么要骗他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对 就在我们的推丧间 圣火令居然掉了下来 讲真 圣火令本来就是我的吧 结果这狗东西 居然说属于他的 还打了我一耳光 还要掐我的脖子 我原本以为 只是长家暴 结果 这孙子 打晕了前来救我的石中玉 还当着他的面 我这辈子 都不会原谅他的 是他让我变得肮脏龌龊 绿袍 全世界这么多人去死 怎么你不去死 你当时要是恳求我留下 说不定我母性情感泛滥 也会留下的 可你为什么偏偏用这种手段 来糟蹋我 践踏我的尊严 你下贱 你无耻 爹娘不在了 始终于保护不了我 我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 但是 我在殷山 已经受了这么多委屈 如果不逃回来就赴死 这是弱者的行为 从现在开始 我云南发誓 要让所有对不起我的人 都得到报应 不得好死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理由 为了爱情 我也背叛了所有 如果你想离开我 就别再微微说 那天 我救下了被绿袍打伤的石头玉 我去拿赶紧离开殷山 他说要我也一起走 可是我已经无法回头了 就如绿袍 将我当成他仅有的良知 石中玉 也是我唯一的阳光 他不能留在阴山 他斗不过这群魔鬼的 他走了 我就可以安心复仇了 绿袍给烈火吃了 七伤报复单后 大权在握 整个阴山都归他管理 可是他却突然人间蒸发了 后来我才知道 这王八蛋居然围攻坤沦 杀了小月真人 那时候 改邪归正的苗烧天 怎么劝他都没有用 他还是一意孤行 其实我非常理解 他恨小月 比恨苗烧天还恨 苗烧天只是传销组织的头目 将他培养成复仇工具而已 而小月才是整场悲剧的缔造成 也代表尔传慈膏之人 这次是二传慈保之人 弟子知错了 是谁的孩子 师父 师父 师妹年幼不知 请师父重庆放我 好一个情深义重啊 弟子最严重 这事有责任了 林秀 你的意思是说 小军府中的孩子是你的 如果他当年不是那么权衡利弊 不是那么自私懦弱 他的师弟就不会死 扶小军就不会吃那么多苦 苗烧厅也不会因为成为接盘侠而心生报复 绿袍也不会走上杀父侍母这条路 而我也不会遭殃 被绿袍糟蹋 凭什么小月还能享有虚名 还装作先锋道骨 清心寡欲 他不配 他真的不配 绿袍说 自己之所以杀害小月 是因为唯有六亲不认 才能练到圣火令的最高境界 但我知道 他只是用邪恶来伪装自己而已 我有时候觉得 命运就像是一双波动棋子的手 我们都不知道被安排到了棋局的哪头 不过绿袍要比我更可悲一些 因为在杀了青娘之后 他这般棋就是死棋了 由不得反悔 他回来时 惊讶我还没走 我已经入了虎穴 还能怎么办 说起来真是肺都要气炸 我本以为他是敢做敢当的男子汉 他说 自己还差绿袍夫人 我以为这王八蛋是为了给我名分 结果 却让我当什么老十字大统领 也就是顶了烈火的圈 对了 他的圣火令应该已经炼成了 不然怎么会给丁颖下战书 绿袍说 有很多人告诉他 说他会栽在我的手里 他不相信 我想 既然他那么自信 那不如兑现当日诺言 就我圣火令上的武功 看我会不会铲平阴山派 看我会不会杀了 会不会杀了他 绿袍同意了 不知道 是不是心里扭曲 听我说 学会圣火令会毁掉阴山派 他居然说 要把我交成武林第一高手 不过说实话 这段日子 看了不少高手过招 还是绿袍出招的时候最帅 跟跳街舞一样 不愧是绿袍 他觉得 我没有武学根基 在给我交圣火令 雷霆一击的时候 还给我过了几成内力 我鱼鹰男也能一掌烹出火 太帅了吧 绿袍还在那里尬夸 我是武术奇才 我还是武术奇才 反正之后的日子 就是绿袍教练 天天教我跳街舞了 不 是教我圣火令上的武功 别说 我还是有些天赋的 要不然 也不能跟上绿袍的节奏嘛 与绿袍的童子功不能比 我只能更加勤家苦练 这时候 的确有些体力不支了 绿袍说 受不了就退出吧 他也在激我 我鱼男 岂是半途而废的人 苗梢听得突然出现 让我可以暂缓一下练习 他一直劝绿袍回头试案 不要和丁盈打架 因为这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会是死路一条呢 苗梢天似乎又有难言之意 就是不肯说出原味 反正绿袍没有听进去 反而重伤了苗梢天 我知道 绿袍对他的恨意为消 如果换成我 也会这么做的 你相不相信 人类其实非常双标 苗梢天修到向善之后 一直对了树木说话 视他为宝贝一样 而被他养了二十多年的绿袍 却被当成复仇工具 对树木尚且有爱 而给一个大活人的三观 却植入了恨 他给绿袍编织了一片黑暗的天 给他从小埋下复仇的种子 现在他悟到了 却想让绿袍重新做人 那他二十几年 是白活了吗 那段时间 绿袍又去了昆仑 找苗梢天算账 我自己一个人练功的时候 却一日想吐 难道 我怀了绿袍的孩子 不行 不能让绿袍知道 我必须杀了所有 可能知道真相的人 不然 还不晓得他会怎么做 糟了 我早上晕吐的时候 还是被绿袍看见了 雨下的仇还没报 我可不想被绿袍杀死 绿袍给了我一个 意味深长的表情 让我自己体会 现在想起来 还是有点后怕 那天 我正在处理阴山派的事务 绿袍在一边监督 我故意大声说 红莲三 你赢私舞弊 侵吞公款 玷污女弟子清白 绿袍在一边也不吱声 我知道 别看绿袍看起来很凶 但在这件事情上 他永远都很愧疚 只要他的愧疚多一分 那我还能拖延一段日子 不然他发现我怀了他的骨肉 我真不知道 能不能活到复仇那一天 听说烈火 现在已经从老虎变成病猫了 那就先去杀他吧 不然仇还没报 绿袍要是了结了我怎么办 那天我收拾好行李要出远门 绿袍好像很担心的样子 问东问西的 我告诉他我要去杀人 他问杀谁 我说放心 还没轮到你呢 绿袍说他不急 他等着 神经病 到了昆仑 我就看见石中玉和李一吉 在讨论烈火 石中玉觉得烈火可怜 李一吉说 蛇永远是蛇 只不过他现在没有毒牙害人而已 所以有时候 还是我们女人看人准 烈火哪里是喜新革命 还在那里偷听他们的谈话 不过唐兰普禅 黄雀在后 烈火 受死吧 石中玉这个碍事的 居然遇见对付我 这个混蛋居然还拦着 不让我追杀烈火 又给我讲什么大道理 还说 我变得和以前不一样 变得很冷酷 哼 整天和一群杀人不展业的恶魔在一起 我能不学着用冷酷保护我自己吗 石中玉说 烈火现在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废物 可是他不管变成什么样 在我眼里 都是杀人凶手 他害死了我爹娘 毁了瑜伽庄 毁了我一辈子 石中玉让我放下仇恨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难道我爹娘就活该被杀吗 套用道明寺的一句话 道歉有用 叫警察干嘛 石中玉说我变得很可怕 说我选择自甘堕落 我能告诉他 我之所以被绿袍玷污 还有一方面原因 是因为他没用吗 但是我能怪他吗 我自己也没有用 虽然那是我一辈子的噩梦 可是我也成长了 我不会再听任何没用的好话 我要自己保护自己 去做自己应该完成的事 不会再听任何人劝告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可是遇见不会武功的烈火 我还是想起石中玉的劝颖 我很纠结 雪海深仇未报 可是我忍心杀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吗 我挣扎了一番后 决定放过烈火 可是他原来已经恢复了功力 竟准备背后偷袭 我为杀他 他便已经吐血了 最后竟然长川渡烂 蹊跷流血 原来 苗烧天在给他恢复功力的时候 在学位上做了文章 烈火 你心生恶念 不得好死 这是你的报应 怪不得我 爹 娘 我终于亲手给你们报了仇 你们在天之灵 也可以安息了 就算绿袍杀我 我也死而无憾 石中玉追了过来 他说对我很失望 他竟然说 我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他说自己心中活泼可爱的云南已经死了 石中玉怎么能这样说我 我对付的只是恶人 我对他 依旧如当初啊 那次 是我第一次低声下气的求石中玉 我希望他可以带我走 如果连石中玉这束光都失去 那么我以后的日子 只会剩下黑暗 我只能回殷山那个毛骨 等候绿袍 对我和肚子里的孩子的发落 石中玉 不知道他对我意味着深 他还是走 我没想到自己最狼狈的样子被李依奇看在眼里 李依奇居然也对我说 我对一个改过向善的人做法有些残忍 他和石中玉斗嘴时候的智商呢 算了 和他们解释什么呢 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承认 李依奇对我还算不错 但是他不知道我所经历的苦 也不知道自尊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他还要拉着我去找石中玉 我让他放手 他也不听 我只能一掌打飞他 我原以为 石中玉已经和我断交了 没想到他又上夜山来了 是专程来找我的吗 我看他说话吞吞吐吐的样子 原来是想问我借圣火令 我问他借圣火令做什么 他不告诉我 那我只好走了 可他却一把把我拦住 我跌倒在他怀里 我想起了当时冰宝人围攻我们 石中玉就是这样抱着我 他还说 我石中玉虽然没累过什么武功 尤其跟你们这些明文天下的冰宝弟子比起来 事差远了 你们任何人要砍我杀我 对你们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你们给我听清楚 我现在就要带他走 就算你们把我双腿砍断 我石中玉趴要趴走 带一男去接他爹娘 可惜造化弄人 李一琦没有砍掉他的腿 却陪他走遍的大江南北 我对石中玉还怀有一丝希望 但是他的态度让我明白 我们之间不可能了 看吧 他此行只是为了圣火令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公事公办 如我考虑考虑吧 既然石中玉不念及今日情侣 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平安出生 我承认我选择了一种很卑鄙的方法 就是灌醉石中玉 让他成为接盘侠 其实那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回来后 独守空房的绿袍 跟个怨妇一样喋喋不休 好像我给他戴了绿帽一样 原来他派人跟踪我 他说 要是发现我对不起他 会亲手杀了我 真是好笑 他以什么身份说这样的话 强奸犯 还是丈夫 既然已经六亲不认了 还想要妻子 既然不要妻子 凭什么管我 绿袍又开始说什么 我是他的玩物 你当属于他 他以为这样会刺激到我吗 还不是被我刚才的一番话 气到差家 这天石中玉着急找我 我知道是为了圣火令 不过倒把李一齐气的 哈哈 这小两口可真有意思啊 娘烧天说 借圣火令一用 是关系到武林安危 晚了就来不及了 看他的样子 似乎是真的 我于英男也不是什么 不讲道理的人 可是 眼下我更关心的 是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我借给他们圣火令 是有条件的 就是石中玉必须帮我做一件事情 石中玉虽然不情愿 但也答应了 其实 我可能真的变了 绿袍派来监视我的人 被我发现了 吓得畏畏缩缩 脸声求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居然有这么多人怕我 于英男 你好威风 有这么多人怕你 畏惧你 视你为洪水母兽 豺狼蛇蝎 这就是我梦梦以求的目标吗 为什么我一点也不开心 唉 绿袍这个王八蛋 居然要我喝下堕胎药 原来他早就发现了 可怜的孩子 还未出生 就要小命不保 想要杀你的 居然是你的禽兽老爹 不行 我能在阴山待下去了 不然我无法保住自己的孩子 于是我趁夜深人静 准备带球袍 绿袍这王八蛋不睡觉吗 怎么又跟了过来 他问我要去哪里 我说要离开他 因为他灭绝人性 连自己的亲身骨肉都不要 绿袍说 他连圣火神功 就是为了独霸武林 而独霸武林 就不能有任何牵挂 我当时很想怼他 那你怎么不去练葵花宝典啊 这样不是更加无牵无挂了吗 我又不会连累他 我只想去一个 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将孩子抚养长大 可绿袍这王八蛋 还是不愿意放过我们 居然还朝朝冲向我的肚子 孩子你真可怜 别人的胎叫是丁堂式音乐 你却要和老妈一起挨揍 绿袍这家伙重伤了我 眼看就要保不住孩子了 李一齐来了 别说 他真是一个热心肠的好哥们 但是也被绿袍打伤了 不行 绿袍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现在只有搬出我的墙项 怼人了 即使孩子没有了 也要先把绿袍气得脸也变绿 我告诉他 他和他的老子小月都是一丘之合 不敢面对现实 不敢负责任的闹主懦夫 绿袍有点不敢听了 因为他最瞧不上小月的不负责任 不然他和母亲也不会吃那么多苦 可我还是要往下说 孩子还没有出生 他连做父亲的勇气都没有 他连昆仑小月都不如 好了 绿袍只要想到小月 那么他会比我痛苦 杀吧 杀完了你的孩子 你连你最看不起的人都比不上 果然 他下不了手了 又转身离开 他每次都是这样 get到我的信心 只是一时间反驳不了 又无法接受吧 管他去什么地方发疯 老年和孩子的命保住了就行 而且 李一七也得以安全 谢天谢地 不过常言说 人善被人欺 李一七为了我着想 我却仗着他的善良 让他发誓永远不能告诉石中鱼 我怀了对跑骨肉这些事情 可能 我太想靠近石中鱼 这份久违的温暖了 在路上 他们告诉我 原来苗烧天借圣火令 是为了熄灭阴山圣火 结果反而借了圣火 苗烧天武功那么高强 居然 算了 反正我已经逃离了阴山 刚好 前面有个山谷 树藤深入谷底 石中鱼说要下去看看 这么好的机会自然不能错过 我也跟着叶齐下谷 并斩断了树藤 我刚好可以和石中鱼再次隐居了 我对石中鱼说 迷雾了借圣火令 曾经答应我做一件事 现在到了履行承诺的时候了 就在这个屁事之地 和我隐居 结果石中鱼居然想赖赵 还把事情推到自己干爹身上 王八蛋 我动怒了 准备用武力解决问题 谁就已经被暗处躲着的 瑶尺仙子袭击 打入了一个洞穴顶 等我醒来时 旁边竟然是一副枯骨 可能我的下场也是如此吧 我埋了这副枯骨 不禁感叹 无意间 看到石壁上留下的字迹 原来它已经在这里待了一百年了 不 我不要留在这里 天无绝人之路 我最终还是发现了一根树藤 顺着它攀上谷顶 真没想到 绿袍就在谷顶等着 它说它是来接我回去的 它会放过我和孩子 虽然难以置信 但我知道绿袍不会出尔反尔 我们中途住店的时候 绿袍这狗东西 很自觉地就想和我住一间 可我气还没有消呢 它也视像 住到了隔壁 临走前还对我说 我摆脱不了它 这会儿演什么霸道总裁 我掉下悬崖十几天 就只知道崖山镇岗 不知道救我 越想越气 前面想杀自己的亲生骨肉 现在又跟没事人一样 老娘这几天受了多少罪 一会儿 她让小二松茶水来 还让她称呼我夫人 听到这句话我更冒火 我什么时候是夫人了 她什么时候承认过 这个闹肿 强奸犯 什么时候尊重过我 考虑过我的感受 再这样下去 我和福小军的结局有什么区别 我必须要让她知道我的厉害 我想 我下毒即使没有毒死她 但起码可以泄恨 可是这王八蛋什么事也没用 行吧 那我就用匕首刺她 即使有点皮外伤也划算 不然真以为老娘是吃素的 她问我真的要和她这样斗下去吗 其实我早就累了 但凭什么你说杀就杀 你说留就留 你发疯就可以不顾一切 想这么容易和好 呸 绿袍这王八蛋 居然好意思和我肚子里的孩子说话 还说自己在进行胎教 前面谁喊打喊杀的 我气不过 我告诉她 我会教孩子六亲不认 杀父杀母的 动手我可打不过 不过论气打嘴炮 你绿袍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舒服 等我醒来时 又回到了殷山派 这次绿袍没有让丫鬟们来送葬红花 而是生汤 难道这家伙 真的打算留下孩子 可我鱼鹰男气还未消呢 我说 你以为你会关我一辈子吗 我的前台词是 不是我离不开你 是你绿袍请我回来的 哼 结果绿袍真会说话 她说 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其实我对你没那么大的兴趣 等你把孩子生下来之后 你爱去哪儿 随便 王八蛋 说点好电话难得会死吗 不过这家伙 在那几天表现得还行 在我孕肚反应最大的时候 他推开了所有殷山事物 在一旁陪我 他那副磕着花生米 啄小酒的样子 应该是很期待孩子的到来吧 那几天 其实我还是觉得蛮安心的 不过好景不长 丁颖提前来找他决战 按理说 绿袍的圣火神功也真化尽 谁敢前来送死 丁颖这次提前杀上殷山 就好像专门来碰瓷一样 不仅绿袍觉得奇怪 我也觉得奇怪 其实我还是挺担心他的 他又干嫁了 希望他平安归来 可是绿袍这人死傲娇 我余英男也是讲面子的 现在气还没消 我反而说 主大风消消息一水寒 壮世一去兮不复还 没错 老年根本不在意你是死是活 看见了吧 王八蛋 虽然绿袍还是那个自信的样子 全盘接受 但是说完之后我有些心计 甚至有些后悔 绿袍离开后 我坐立不安 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不会 等到深夜 绿袍终于回来了 可这次 他又拖着重伤的身躯 倒在我面前 不停地吐血 在我眼中 这个男人是一个顶天立地 天不怕地不怕的坏蛋 现在怎么会这么惨 难道 我赌气说的话 在他山上应验了 我觉得他快要死了 他死了 我怎么办 我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 我希望这是一场梦 醒来后 他还是像英雄一样 陪在我的身边 我不想看见这时候的他 他越叫我过去 我越想逃离 我真的不想再看见亲人离开了 为什么又让悲剧重演呢 绿袍到了最后的时候 还在给孩子交复仇的事情 我不想让孩子成为第二个我 遭遇了这么多不幸 依旧没有一个好结局 绿袍 为什么你就不懂我的感受呢 我就想回到我们起初 在竹林小猪时的状态 自然相处 可你为什么要偏偏反着来呢 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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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报仇 你死不知错 死不悔改 我不想再听到报仇这两个字了 绿袍还是拼尽全力地追了上来 他祈求我原谅 说是看在孩子的份上 让所有恩怨一笔勾销 虽然我还谈不上原谅 但如果我真的恨他 这个孩子我根本就不会留 他是真的不懂我的想法吗 混蛋 到死了就不能好好说话 还提那天的噩梦 还说 是因为不想输个时中欲 所以才做那种事情 时中欲有那么大的威胁吗 你想让我怎么回答 原谅你呢 我是心甘情愿的 我不喜欢时中欲 喜欢你 自尊心的驱使下 我不会让你称心如意的 阴影永远是阴影 可是还没有等待消除那一天 你就再也不努力修复了 你就要离我而去了 你说你什么都没有了 我难道不也一样吗 我讨厌你 自私自利 生气凌人 争强好手 非要找丁音比武 做事永远不考虑后果 不考虑我怎么想 不考虑孩子怎么办 现在还说 看在孩子的份上 好 既然你提孩子 我就告诉你孩子没有了 看你还能怎么说 我也没想到 我被绿袍那情伤 惊入到口不择言 绿袍被我的谎话 气到吐血 他是要死了吗 你难道不知道 我和你一样 口非心事吗 我想让他自己摸摸看 应该就明白我在说谎了吧 可是他还没有等到真相到来 就已经断气了 绿袍 我知道你不是个坏人 你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我其实一直都懂你 可你却总是小男生心里 以为自己隐藏的事 别人永远也看不穿 你永远不知道的是 孩子一直在 但那不是我原谅你的理由 真正的理由 是爱 你要替我疗伤吗 我叫你不要说话 你既然听到了 怎么不回答 是你让我不说话的 我是阴山派三大统领之一 绿袍 不会的 如果你也是阴山派的 那你为什么帮我杀黑面呢 绿袍从来做事不帮任何人 可你为什么救我呢 今天我救了你 未必是好事 将来你一定会后悔 我相信你 让我走吧 不行 不行也得行 我反正没有事 这二月现成的你 我就做了 我做错了吗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他在那 放手 你弄疼我了 打算跟你的第一天起 我就没有后悔你 爱是反应 就凭你这句话 我要把你叫成武林第一高手 在电视剧 在电视剧《新属三戒侠》中 最后英南一把火烧掉了楚林小竹 带着孩子离开了殷山 别人看到的是他的果决 看不到的是他的眼泪 我想 他只是不想让这场恩怨 再延续到下一代 如今 二十年过去了 在那个武侠之空里 毕童和英南的孩子 也已经成年了 别再问我 难过时候怎么过